大家好,歡迎來到政壇真壽,我是金文鋒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個題目,就是法輪功終極敗訴的啟示 大家都知道法輪功經常亂掛橫額 他們早前因為不滿意他們的橫額被沒收,就向法庭提請司法覆核 不過他的上訴申請就在上星期四被終審法院拒絕 意味著這宗繞揚有8年的案件,就以法輪功終極敗訴告終 面對這個審訊結果,我想大家都感到高興 不過如果我們再看看這宗案件背後所反映的現象 加上這次審訊結果對法輪功的影響,其實有很多值得深思的課題可以討論 首先我們講一講這宗司法覆核的誠因 就是法輪功在未經申請的情況下擺設街站、剪板和橫額 值得一提的是,法輪功違法擺設街站的行為 其實自回歸以來都一直是有意為之 不過局方是去到2013年才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04A條正式展開執法的行動 當時我沒收了對方的130幅橫額和484塊剪板 這就衍生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04A條在回歸之前即1980年已經訂立了 但局方在回歸16年以來為何一直都不對法輪功展開執法的行動 局方其實到現在都沒有做任何解釋 在法理上而言,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04A條的規定 其實很簡單易明 任何人不得在政府土地上展示或張貼、招貼或海報 除非獲得主管當局的書面進去 這就是法例 很明顯其實這個規定的立法原意 就不是針對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去張貼政治的海報或橫額 反而是商業海報和街招才是他們一開始所針對的對象 反過來,當然政治組織去擺放宣傳品 其實也不應該享有任何特權 除此之外,法輪功在未經申請的情況下擺設街站 顯然只能做一個政治宣傳 不是示威、遊行和集會 那些剪板和橫額也不是他們的教徒手持 而是懸掛在政府設置的欄杆或行人路上 可以看到這些剪板和橫額根本不是示威標語或道具 所以法輪功所謂政府執法限制公眾示威權利 作為提請司法覆核的理由,本來是說不通的 而在這個情況下,法輪功提請的司法覆核不應該受理 所以這次判決他們的敗訴是合情合理 亦是正常的結果 而事實上,案件最初在2014年嚴重庭審理的時候 其實都是判法輪功敗訴的 不過對方上訴到終審庭的時候 竟然是判法還嚴重庭重審 之後是2018年重審的時候 法官曾經判這個法例是違反了基本法 之後政府又做了一個上訴 上訴庭到2019年才推翻嚴重庭的裁決 然後在兩年之後 上個星期就被終審法院駁回法輪功的上訴申請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過程是回來覆核 亦都令我們一般市民質疑整個過程的必要性 同時更加令人覺得當日之所以發還重審 其實是有人希望政府被判敗訴 就可以令到這些政治宣傳品享有一個無需政府批准 就可以隨處擺放的一個特權 不過當然大家都知道 後來在2019年黑暴的事件 他們亂張貼一些所謂的連儂牆 圖鴉等等各種問題出現 原仲庭的判決才會被上訴庭去抖錯和推翻 講到這裡 肯定又會有人說 有一個質疑 有著不信任法官的專業性等等各方面 但我們都知道法官都畢竟是人的 在現在的司法制度下 要法官判案的時候 完全不受外圍政治因素和個人政見影響 其實只能夠靠法官的自律 還有最重要的是去年 其實就是2019年 不是去年 是2019年 黑暴事件以來 已經有很多單被告 即使是被判罪成 但最終因為法官提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而最終獲得減刑或輕判 其實這件事也令人懷疑 法官在判案時 是否真的不被個人政見所左右 當然 相比起今次案件回來覆去的審查過程 其實我覺得還有三點大家值得留意 首先第一 就是之前 鬧道滿城風雨 食環署處長劉利群 升職為食物及衛生局的常備之後 有人批評他 他修例風波 其實就是黑暴事件 不派人清理連儂牆 當時也有人幫他辯護 說這件案件在2018年被袁仲廷判法輪功得席 其實是政府不能夠作出行動的原因 不過大家留意 當日袁仲廷判決後 政府已經立即提出上訴 案件一日未被終審庭 判處終極敗訴之前 其實處方仍然有一個很強的原因去執法 也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去執法 況且我們假定食環署 在修例風波初期 因為等上訴庭結果 而未執法 這個是可能大家可以理解 不過上訴庭在2019年12月 已經判了食環署上訴得席 為什麼又不見有人去清理連儂牆呢 換言之 事件背後反映的 其實是香港政府長期以來 一直都是遇難被視的問題 其實就好像習主席所說 圍觀被視平生子 其實他們應該覺得羞恥 他們用這個法律爭議 就作為一個原因 其實只能夠騙到一些不屬案情的普通市民 就不能夠構成劉利群當時不作為有法不執的合理辯解 第二樣 第二樣就是法庭究竟有沒有權 判處某一條本地法例違反基本法呢 留意是違反基本法 即是坊間所謂什麼呢 違憲審查權 即是我們本地的法律 究竟有沒有違反我們的香港基本法呢 事實上在基本法的第160條規定 香港原有的法律 除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人大常委 他們宣佈和本法抵觸的法律之外 其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去執法 如果以後發現有的法律 即是香港的法律 和基本法有抵觸 就可以依照基本法的規定程序修改 或者停止生效 整條條文 留意我們整條條文 都沒有提及過香港法院 換言之 只有全國人大常委 才有權宣佈 某條香港的本地條例 不符合基本法 全國人大法公委 其實也在前年發表的聲明說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 只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 作出判決和決定 任何其他機關都沒有權 留意都沒有權 作出任何判斷或決定 除了人大常委之外 在這個情況下 終審法院現時 雖然駁回了法輪功的申請 令到上訴庭在2019年 就判政府得席 這個就是最終裁決 但這個判決依舊是一個月權 憲制上也不算具有法律的約束力 最終都要講一講 就是今次的判決 就是禁止法輪功和其他組織 亂禁懸掛橫押 樹立剪板和張貼海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假如法輪功遵召法例 在擺設街站之前 向地政總署申請的話 是不是地政總署就應該去批准他們呢 法輪功長期其實都獲得一些境外勢力的支持和資助 他們所展示的文宣 又是不是真的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和其他本地的法律呢 這個是有關方面 特別是地政總署在審查的時候 要考慮清楚的問題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之後再有其他機會和各位觀眾分享一下其他香港的時事議題 我是金文鋒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歡迎大家去傳閱 當然大家如果是喜歡政壇新手 記得都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拜拜